HELLO 我是滴滴 那我今天要幫大家示範居家快塞的步驟 拿這個快塞包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在藥妝店或者是藥局 或者是便利商店其實都買得到 那我們什麼時候會用到這樣的一個居家快塞包 那當然就是首先我們可能有出現一些護膠症狀 那就是懷疑自己有確診 或者是我們跟政府公布的確診的足跡有重疊 那我們就可以自己去購買然後來使用 那當然我們也可以去診所 索取 不過就是我們要敘述自己的一些接觸室或者是工作室 然後有醫師來評估說他會要給你這個快塞包 還是就是幫你專診去做拆檢 那我們打開的話就是會有這些東西 然後也會有說明書 所以其實不懂的話也可以看一下說明書 那裡面的話會有這個鋁箔裝的裡面有乾燥機 跟那個我們的卡夾 檢驗的卡夾 然後還有就是萃取液跟它上面的滴管 那上面是會有砍蓋子的 然後最後就是我們的五菌的裁剪刷 那首先當然就是要先洗手 我剛才以前洗了洗乾淨之後醒一下鼻涕 我也醒過了 那醒鼻涕之後我們裁剪幫你拿出來 頭朝上70度 然後把這個東西送進鼻孔大概2.5公分 然後再轉到3到5圈 那兩個鼻孔都要這樣子做 然後就完成了 然後裁剪完的話我們就把我們的裁剪刷放到我們液體裡面 然後一樣轉3到5圈 然後轉完之後讓它靜置 至少要靜置1分鐘 讓它完全的混合才會有效喔 好那現在已經1分鐘了齁 那我們一樣要取出前我們一樣就是 可以壓著管閉 把四管刷上面多餘的液體 擠乾淨 好 包裝裡面還有附一個就是塑膠袋 我們就把這個已經汙染的採檢棒 我們就把它放進去 這個萃取液的部分我們就把滴管蓋上去 那就是到最後的步驟 就把液體擠在我們的測試的卡架上 大概滴入3D就可以了 然後就等待 等待15分鐘判讀的結果出來 那出來之後我們就把剛剛的滴管拆掉 然後裝回原本的蓋子 把這些所有的東西都放到我們的塑膠袋裡面 就可以完成了 掰掰 祝大家星期健康 如果篩檢結果呈陽性 或出現任何疑似症狀 請拨打高雄市衛生局 防疫專線07-723-0250 並依指示就醫 防疫小煎兵 我是柳丁哥哥 我是草莓姐姐 防疫期間 小朋友戴口罩 扣鼻 記得要覆蓋 室內要通風 保持社交距離 勤洗手 用肥皂搓洗20秒以上 不觸摸眼 口 鼻 少接觸 少群聚 常消毒 保持衛生 固定的人打菜 吃完飯 趕快戴上口罩 早晚量體溫 做個健康乖寶寶 如果有任何身體不舒服 趕快告訴老師和親友 保護自己也保護朋友 防疫好習慣 你也能做到 各位視頻朋友 各位美女朋友 大家午安 今天高雄有449個本土的個案 相對來講 各位可以很清楚看得到說 我們居隔的 音轉良的個案總共有71例 外縣市的旅遊室的部分 總共有31例 特定娛樂場所10例 密切接住者337例 新案在意料中是0 那我們跟昨天來做一個比較 就是說看以前有什麼變化 昨天的居隔音轉良 是52例 所以這也代表說 我們在匡列隔離的時候 有把居隔的對象 這個能夠盡可能的 在接觸的這個部分 以我們現在高雄市的疫調的量 還可以來進行相關的疫調 那所以在音轉良的這個部分 有增加71例 這個沒有社區風險 外縣市的旅遊室 昨天是38 今天是31 那這個跟大家說明過 一般來講在這種移動 大概都是在五六日 所以五六日你再把它加三天 大概就是二三四 所以二三四的時候 我們的外縣市旅遊室通常會比較多 以現在疫情的狀況 那特定娛樂場所是10例 昨天是11例 那這個比例也差不多 那在密切建築者337例裡面 同住親友 昨天是134 今天增加到150例有增加 那參與娛樂場所 原來是42例 那今天增加到54例 這個也有增加 那比例案件數也不多 那增加比較多的是職場環境 那原來是 昨天是79 今天增加到112例 這個也增加 那高風險的場域 昨天是這個像菜市場 等等這個部分 那昨天是14 今天是21 那在這裡跟大家說明的就是說 從同住親友增加 職場環境增加 那這個也意味著說 在很多的南北移動 大概有一段時間 累積了很多無症狀的感染個案 那也會進入到社區 那所以社區的風險 當然 逐漫 逐漸的 隨著北部疫情的擴散 那這個到我們社區裡面 這個風險就會增加 那第二個就是說 也要提醒大家注意的 那同住親友 150例 這個風險 也增加 那這個意味著什麼問題呢 假如家中有長輩 尤其是75歲以上的老人 又沒有打疫苗 那我真的要勸 各位 處理我們這裡中部的士大 盡量盡量 我們要跟他接觸的人 家裡的人 這個 不管是防疫 或者是個人的衛生 要做好 那當然要避免去 高風險的場域 這個部分我再一次的提醒 就是說 最危險的是中部的士大 如果還沒煮疫苗 這樣就危險 所以自己在顧我們這裡的士大 中部的士大 尤其有萬聖肺 免疫力比較壞的 我們這裡的 還是說 心臟血管疾病 心肺功能不佳的 這個 這個患者要特別小心 這個要特別小心 這個 不要說 你去台北 回來 去北部 回來 然後 就覺得 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 那可能不是 你不要心存僥幸 你還是要 保險 起見 就是 昨天有跟大家報告的說 你假如有跟確診個案接觸 或者是足跡重疊等等 這個部分 你真的要先做一下快戰 來確保說 家裡面的家庭的群聚的這個案件能夠 減少 那職場 那職場 跟娛樂場所的個案數都有增加 尤其在職場的部分 這個大概是 在昨天 我們也看到一些現象 譬如說 在 青少年的活動 這個比例 這個密度 有 雖然在疫情的期間 但是有一些 這個 活動的場域 或者是 包括在 部分的 這個 部隊 那這個部分的 職場的工作環境 這個確診的個案數 也有增加 那這些都是屬於 活動力強 而且有很多是屬於 同一個 居住的環境 譬如說寝室 那這個確診的機會也增加 那所以這個部分 平常當然也要做好 這個 健康的一個監測 那必要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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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的一個監測 當然有其必要 這個部分先跟大家做個說明 那流行的曲線 今天已經超過一萬五千例 這流行的趨勢 還是以北部的 北 新北跟桃園的曲線的上升的速度 還是 非常的 快 那這個曲線 當然 會受兩個因素的影響 一個當然是 這個 公共衛生的手段 那 這個當然 什麼叫公共衛生的手段 當然就是譬如說 有沒有保持社交距離 有沒有戴口罩 有沒有戴口罩 或者是在疫調 這個部分 那或者是 民眾是不是 能夠配合做好 隔離或自主健康管理的措施 這個也是關鍵 那第二個 決定的因素是檢驗的量能 假如當檢驗的量能不足的時候 或者是 這個 檢驗塞車的時候 會看到這種 假性的成長頻繁 但是 檢驗量能增加的時候 就會發現 社區裡面感染的個案數 這個會增加 好 所以 到達 當一個地方的 這個 確診個案數 或者檢驗的量能 到達一定的 瓶頸的時候 會造成一個 假性的停滯現象 那所以 我想 我們還是要 來觀察說 在社區裡面 監測的一些數字 然後再來搭配 確診的數字 那這個才是會是一個 比較 可以看到整個社區流行的狀況 所以 在社區裡面 這些 包括這些 陽性率有多少 確診個案數 等等這個部分 兩個數字 每天的確診數 這樣搭配來看 也許是一個 比較清楚的一個觀察 那我們高雄的疫情 還是 頻步的 漸進式的 往上增加 這個是疾病的特性 它是 在疾病的傳染的過程裡面 我們當然也希望說 能夠 慢慢慢慢的增加的時候 也沒有 影響到我們日常生活最小 但是我們的 高風險的族群 我們都能夠把它照顧好 醫療和量能也能夠確保 那這樣我們就 不會 有什麼 這個對於人民的健康 造成重大的影響 這個部分 也是跟大家做說明 那 以下我就 先請 這個潘基正 來跟大家做一些 疫情的說明 那接下來 包括學校的停課啊 疫苗失打的狀況啊 我們今天有請到 高雄 高雄 醫學大學 輻射醫院的 中永文院長 他同時也是我們台灣的 包括ACIP的召集人 那另外就是 我們教育局長 來講說 學校的一些規定 那我先請潘基正做說明 謝謝市長 各位市民朋友 各位民族朋友 大家午安大家好 那高雄市今天 莊六星音質的中心 公佈有453例的本土個案 那經過我們的疫調 我們有四位 基本上是工作跟 現在的工作跟居住 都在近期一個禮拜以上 都是在外縣市 因此扣掉四個人之後 總共是449例的本土個案 那分析這449例的本土個案 大概有71個人 是屬於在隔離期間 因轉陽 那其中有169位 是因為確診個案 而匡列在案的密切接觸者 那這個部分 總共加起來 總共加起來 那佔了整個 449例的 53.5% 那在社區的部分 因為 跟 自己知道 或是經過 確診個案的通知 那有接觸風險 或者是因證就醫的 這邊209人 那整體的比例 跟昨天來講 是差不多的 那這個部分 我們持續 我們希望在 兩轉跟匡列的部分 要持續拉高 不過 因為Omicron的一個 傳播速度 實在非常的快 那在一些 無症狀感染的一個 對象上面 那 容易造成了 這個 不知不覺之間的一個 擴散 擴散 那這個部分 我們會在 接下來我們希望 透過等一下會講到的 這個 這個 確診個案的 自主通報系統 我們來 盡速的趕上 這樣的一個擴散的速度 在外面是旅遊室的部分 活動室的部分 那總共有31例 但是這邊比較特別看到的 當然是 台北新北這個 北部的部分 還有中部 東部的部分都有 那比較特別的是 屏東有11例 那屏東11例裡面 我們要特別提到 包含9例的 這個有關於 較招 這個 營區的 這個群區感染 那高雄市這邊 就佔了9例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也接獲 這個軍方的通知 我們現在密切的 在跟 這個相關的這些個案 有一些聯繫 那當然這是我們高雄的子弟 我們也會善盡照顧的義務 另外在娛樂場所的部分 總共有10 總共有10例 那10例分佈在8個地方 那學校的部分 我們到今天為止 總共全校停課有2間 停班停課有124班 好 好 那 在我們高雄市這邊 昨天的400多例裡面 相關的 有群聚現象的這個 群聚感染現象的這些 特定的娛樂場所 總共有8間 那這8間 分別如 這個 對不起 總共有6間 那分別如表列 包含凱撒地院 包含總裁 包含凱撒地院等等這些 那這是我們目前在密切關注的這個對象 那這些場域 我們也會針對 有確診個案的接觸風險的對象 那進行匡列 那其他的接觸者 我們也會發給 這個 發給必要的一些檢驗的試劑 然後讓他們持續性的 進行自我健康檢測 另外剛剛市長有特別提到 因應整個社區風險 日漸提高 事實上 在外面的一些接觸風險容易 都帶回家裡面 那家裡面如果有老人 小孩的 基本上很容易受影響 那特別是 在疫苗接種 比較缺乏的這個 這個兩個族群 要特別的注意 那我們要提醒市民朋友 那在一般的餐飲娛樂環境裡面 包含這些 這個拿下口罩 密閉空間吃飯 唱歌 以及比較 這個高風險的這些場域 像健身中心 還有這個游泳 或者游泳池 或潛水俱樂部等等的這些場域 那這些 如果有不必要的暴露風險 甚至有 這個確診肝在裡面的話 那很容易造成整個群聚的感染 那這邊提供的 都是已經造成群聚的感染 適時的這樣的一個場域 那也請市民朋友特別的留意 那此外 今天中央六七音質的中心也公佈 從明年開始 確診個案自主回報的疫調系統 即將上線 那這個系統 跟我們之前 在這個禮拜 推出的這個簡訊通報系統 其實 是一樣的一個道理 那主要是 中央在 接獲檢驗之後 那檢驗如果陽性 那醫院這邊會透過健保系統 發出簡訊 那發出簡訊的同時 那簡訊的內容就是 您為COVID-19確診個案 請前往自主回報系統網站 並核對個人資料後 主動回報密切接觸者資料 並通知您的工作或就學的窗口 謝謝您 那底下會有一個連結網址 那連結網址是 BBS.CDC.GOV.TW 那主要把它點進去之後 就會連結到相關的一些通報畫面 那這個意義是在於 由於現在通報的量 以確診的數量相當的大 那如果 依照過去的一個流程 經過法定傳染病通報系統 經過定時的更新 然後再下載 然後再有人工去聯繫的話 很容易這樣子一來一往 落差就在半天以上 那這樣子的一個延宕 追不上Omicron這個擴展速度 我們是希望在現階段 能夠有效的 在Omicron的擴展風險之下 緩步的控制它的擴展 擴展的一個機率 也就是所謂的RT值 那基本上 這是一個跟病毒賽跑的一個階段 我們要搶時間 所以利用 在醫院檢驗陽性確診之後 這張簡訊 那我這樣有CDC網站的一個連結 那連結之後 連結之後 那會進入到這個通報系統 那這個連結 可以由這個連結網站 bbs.cdc.gov.tw 這個連結網站去證實 也可以從簡訊顯示的門號 這是CDC的官方 官方的一個門號 091.514.588 去證實它 這個是一個官方的一個訊息 那接獲 接獲這個簡訊之後 點進去 那首先第一個欄位 會請你確認資料 確認資料 就提交身份字號 或居留證號碼的後六碼 那輸入之後 驗證是為本人之後 它會出現一個 讓你確認的一個資訊 那當然中間會有些銀碼 但是足以去辯證 到底是不是你本人 緊接著 會將相關的法員 依據以及個人的資料收集 告知事項 這邊充分的讓這個使用者知道 那勾選 以詳諦並同意提供資料之後 會進入繼續填達 那繼續填達 那接下來的重點就是在 一些症狀的一些警示 那警示症狀裡面包含著 如果出現喘 呼吸困難 持續胸痛 胸悶 皮膚病 皮膚或者是 這個嘴唇 或者是指甲 有 有止清的狀況的時候 那這個部分呢 它會提醒你 趕快撥打119 衛生局或者是1922 立刻要請 立刻有就醫的必要 那這個部分呢 就 確診個案的狀況來講的話 那當然出現這些症狀的機會 相當小 不過仍然是會提醒 那緊接著第三個流程 它會請你填達 是不是孕婦 是不是血液透析對象 是不是大約65歲也獨居 那這三個是一個比較重要的警 的一個警示的身份 然後呢 接下來就會請你回想密切接觸者 那回想密切接觸者 主要有 期間是發病前兩日 跟發病日到確診日的這個時間點 那對象的話 對象的話 那會是 這個主要的 同住家人 職場接觸者 還有 這個 這個從發病前兩天 到發病 確診的當中 密切接觸的這些對象 那當然 在此之前 進入這個系統 會請您填寫信 線上疫調單 那線上疫調單 就是有表列的這個部分 它會引導你去作答 那 在工作或就學的學校 或公司的部分 它會也專門有個欄位 那最多可以提供三個 這三個的時候 也希望能夠具體的填達 這個公司的聯絡窗口 好 那接下來就是統整 我們整個 確診個案自主回報 疫調系統的這個 這個功能 那這個功能呢 在填達完之後 那這樣的一個 資訊 會直接的匯入到 我們的 這個 暫停中心的 的欄位裡面 那暫停中心這邊 就可以依照 您填達的一些狀況 在最短的時間之內 去追蹤到 這個您所 在這段期間 您風險期間 跟您接觸的對象 那匡列 採檢之後 那進行必要的一些 處置工作 讓整個 Omicron的影響 對您的 親人 接觸者 影響降到最小 以上說明 好 謝謝 說明 接下來是請我們中院長 能夠跟大家說明 我們小朋友在 萬一不幸染疫還有整個 包括疫苗的 為什麼要施打疫苗 怎麼打會比較好 來跟大家做說明 好 謝謝市長 各位市民朋友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陳儒市長剛剛講的 最近這一個禮拜來 疫情其實緩步上升 到今天為止 全國的本土病例已經將近75000例 那不過如果照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公佈的到4月21號的將近19000例來分析 那大家可以看到圖表裡面 尤其是70歲以上它的中重度是2.7%80%80歲以上中重度會接近10%那90歲以上的長者如果染疫 中重重度會接近19%所以這個陳儒市長剛剛講的我們的長者疫苗的接種其實非常重要但是相對於長者來講那我們0歲到19歲的兒童來講那目前大概都佔本土確診的20%左右 也就是說我們每一天每10個個案裡面大概有兩位是兒童的確診個案那0到19歲染疫的個案裡面 照目前統計上看起來中重度還是接近大概0.1到0.2%其實比例還是相當低那99.9%都還是輕症跟沒有症狀 那兒童的感染者那兒童確診的部分基本上還是屬於輕症或者是沒有症狀的感染個案那家長要非常小心但是也不要過度恐懼 那這個圖表我們之前有一直有跟大家分享那大概小於12歲的兒童如果確診大概以發燒跟咳嗽的症狀為主那如果是12歲以上到18歲或者是到25歲的成年人大部分以咳嗽跟喉咙的症狀為主 所以12歲以下的兒童如果有發現發燒跟咳嗽的症狀家長不能夠親膚要立刻就醫去尋求治療 那我們如果看美國的數據大家也一樣可以發現Omicron流行之後兒童住院其實急劇上升 那我們看美國的部分左邊的圖卡中黃色的部分是Delta的部分紫色的部分是Omicron從2021年12月之後主要開始 那美國的統計就可以發現今年的一月兒童的每一週住院的比例就急劇的上升 所以兒童的個案一增加其實中重度的個案就會產生所以我們還是要非常小心 那我們下個禮拜大概就會開始6到11歲兒童疫苗的接種 那很多家長都在問兒童要不要打疫苗了家長有非常關心 那如果從預防重度的角度來講要強烈建議兒童還是要施打 那這裡有幾個建議施打的原因就是說我們打疫苗主要是預防重症 那到目前為止疫苗打了之後還是有非常好的一個保護力 那第二個其實家長非常關心是不是打了之後有不良反應 那其實根據國外的統計打疫苗之後的不良反應其實非常低 那如果是局部的大部分是注射部位的疼痛大概是輕中度左右 所以接種疫苗其實是利大於B 那我們如果看英國的數據 那可以看到4到11歲的兒童如果沒有打疫苗 他得到COVID-19確診之後有100個裡面就會有1%的人 他會有所謂的常新冠症候群 就是說甚至他恢復之後還一直症狀會超過12個禮拜 會留下有一些嚴重的後遺症 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考量下 其實我們接著馬上要施打的6到11歲的兒童有幾個好處 第一個如果施打疫苗可以保護自己 那也可以保護同班的同學 那第二個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如果家裡有小於5歲的兒童的弟弟妹妹的部分 那我們6到11歲的國小血統 如果打疫苗其實可以間接保護這個小於6歲 或者是小於5歲的弟弟妹妹 那根據統計0到4歲的族群 在上個月內政部的統計 那台灣一共有85萬的0到4歲的兒童 那如果是6到11歲的兒童施打疫苗 其實同時可以保護他 那同時剛剛市長也提到 兒童如果打疫苗的時候 那回去家裡 其實也可以保護爸爸媽媽 跟家裡如果有阿公阿嬤的部分 所以如果兒童沒有接種疫苗 它就容易造成在校園裡面 或機構裡面的群聚感染 那進而導致家戶的感染跟社區的感染 那也會同時危急我們長者的一個健康 所以根據這幾個理由 大概還是會建議 那我們兒童要盡速施打疫苗 那我們有哪一些疫苗可以打呢 那目前大概中央公布的 開始施打的我們是有莫德納的疫苗 那也許下個月即將有的是輝瑞BNT的疫苗 那這個圖卡是兩個疫苗的一個比較 那適用的對象莫德納是6到11歲 BNT是5到11歲 那開放使用的國家 其實莫德納目前已經有歐盟、英國、澳洲 跟加拿大等30幾國 那它施打的MRNA的劑量 大概是成人的一半 那兩劑之間的間隔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目前公布的是第一劑跟第二劑 相隔12個禮拜 那比較常常見到的副作用 是注射部位的疼痛、腫脹或發紅 那有極少數的病例 它也許會有心肌炎、心包膜炎 或者是其他的症狀 不過這些症狀其實大部分都相當輕微 那我們如果來看 家長非常關心的是 莫德納跟BNT的疫苗 它的不良反應 那我們不良反應主要分作兩個部分 一個是局部打完之後的不良反應 一個是全身的不良反應 那我們又根據這兩個 又跟它分作第一劑跟第二劑 所以我們在這個圖卡就可以看到 我們第一劑或第二劑的局部不良反應 大概是以注射部位的疼痛為主 那第一劑跟第二劑 其實它的全身不良反應 也是以疲倦、頭痛為主 那少部分的兒童會有發燒的現象 那通常來講 局部不良反應 第一劑跟第二劑的一個比例 大概都是非常接近 但是全身不良反應 第一劑通常小於第二劑 所以打第二劑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 不過要打兩劑 才會有比較完整的一個免疫力 所以仍然建議要有完整的接種 那我們如果看莫德納疫苗 用在兒童的臨床試驗 那我們最左邊的是成人的部分 最右邊是六到十一歲的部分 那黑色的圖卡是Delta病毒 那紅色的是Omicron的病毒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六到十一歲的族群 如果右邊完整接種 半劑量莫德納疫苗四個禮拜之後 其實兒童百分之百 可以產生對抗Omicron 跟Delta的綜合抗體 那雖然它下降的速度會比較快 不過在四個禮拜左右 其實它幾何平均的效價 是分別是成人的2.5倍跟2倍 所以可以顯示莫德納疫苗 其實對於六到十一歲小朋友 它的綜合抗體產生的效果 是相當不錯的 那當然很多家長一直非常糾結 非常關心到底打疫苗之後 產生心肌炎的風險怎麼樣 那美國CDC其實已經統計去年到今年 那它有分別有四個族群 分別是五到十一歲 十二到十七歲 十八到二十九歲 跟大於三十歲的一個統計分析 那我們如果看下個禮拜 開始要施打的五到十一歲 或六到十一歲的部分 裡面分做三個族群 第一個有七萬六千多位 沒有打疫苗 然後感染新冠肺炎 之後得到心肌炎的比例 那第二個族群是打第一劑 第三個最右邊的是打第二劑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男生如果五到十一歲 沒有打疫苗 那之後染疫得到心肌炎的 每十萬人裡面 男生在七天左右有十二點六 女生有五點四 那如果打了一劑疫苗 其實男生是零 女生也是零 打兩劑疫苗 男生也是零 女生也是零 所以我們在這裡就可以看到 施打MRNA疫苗 導致心肌炎跟心包默炎 發病的機率遠遠低於 你沒有打疫苗 得到新冠肺炎 產生心肌炎的速率 要來得快 來得多 所以這裡是另外一個 荷蘭馬斯捷特大學的研究 可以發現 COVID-19相關得到心肌炎 大概十萬分之一千到四千 那打疫苗的引起的心肌炎 其實只有十萬分之零點三到五 所以這兩個相比起來 其實有一百倍以上的差距 所以建議所有的年輕族群 青少年跟成人 其實還是要接種疫苗 那我們如果來看最新的 美國亞特蘭大 Emory醫學院 他分析的二百零一位患者 那其中四十三位 是一般典型得到的心肌炎 那一百四十九位 是沒有打疫苗 得到新冠肺炎 之後引起的心肌炎 這個叫MISC引起的心肌炎 跟打疫苗的引起的心肌炎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左邊出院的時候 還接受新衰竭治療 在典型心肌炎的 有44.2% 那MISC引起的心肌炎 還有3.4% 那反而是你打疫苗 引起的心肌炎 很快就都恢復 那右邊也可以看到 在住院的時間 三天內跟十天內 其實打疫苗引起的心肌炎 幾乎百分之百 它就很快恢復正常的新功能 所以它引起的心肌炎 其實都非常輕 所以整個來講 兒童接種新冠疫苗 它的整體效益是大於風險 所以如果沒有禁忌症的話 在這邊還是非常建議家長 要請孩童盡速施打疫苗 那疫苗接種之後 當然有一些副作用 那我們特別 大家關心的心肌炎 都是在施打之後 前一個禮拜 尤其是在前五天內發生 所以如果有胸痛 呼吸急促 喘 跟心肌 就要特別注意 那特別第二劑 是比第一劑容易發生 所以我們疫苗接種之後 特別要注意 第一天要加強止血 不要去揉抽 要觀察十五到三十分鐘 第二天要定期 測量體溫 喝水 休息 均衡的飲食 那如果稍微有發燒 要服用退燒藥 症狀如果持續沒有改善 要趕快尋求就醫 所以這裡 特別再次提醒家長 疫苗接種之後 如果有嚴重過敏反應 或有48到72小時發燒不退 或接種不會產生農陽 那或者是有其他 譬如胸痛 胸悶 呼吸 困難 喘 跟心肌的情況 那就要趕快尋求就醫 那以上 謝謝 謝謝 周院長是我們國內 對於疫苗的領域的權威 他在這一面 也非常長時間的一個涉獵 那也是大家非常敬重的前輩的醫師 告訴大家很清楚 兒童打疫苗 力大於弊 建議醫師打疫苗 所以我想還是要 這個 聽我們專家的意見 聽醫師的一個意見 這個部分我就不再贅述 真的要拜託大家 有什麼疫苗你就怕什麼 其實兩種疫苗其實差不多 差異不大 那你萬一沒有打疫苗 染疫 那萬一又有什麼其他的 這個 重重症等等 風險當然會很高 所以這個部分還是要跟大家 大家拜託 苦吼婆心的 拜託大家要去打疫苗 那學校的一些規定 我就請教育局的 謝文斌局長跟大家說明 好各位市民朋友 那我們會按照這個家長的意願來做 做處理 那我們 這裡有提供這個樣張 各位家長可以看到這個樣張可以做一些 來 因應 那目前來講陸陸陸續續都會發給學校來做 處理 那我們的接種作業的原則 5月2號就會開始校園接種 那我們都已經做一些前置的安排了 那我們安排的順序是偏鄉 還有特教學校 特殊學校這邊優先來施打 那我們家長也可以有選擇 就是可以在校園集中接種 或者是自行到合約醫療院所來接種 家長都可以做一些選擇 那我們也要提醒我們的同學 在接種前要有充足的睡眠 那要多喝水避免空腹的狀況來接種 那我們也會請學校的導師 務必帶著學生閱讀相關的接種需知 來安撫學生的這個情緒 那我們希望能夠接種非常的順利 那再來學校端我們會彈性調整 學校的課程 那接種當日後我們會安排靜態的課程 像體育課程等等這些激烈活動 我們就會盡量避免 那我們的家長也可以申請這個防疫照顧假 那我們同學如果接種疫苗 或者是之後的一些休息 如果有需要也可以請防疫假 這部分都不會列入初學期的紀錄 那如果有一些不是 我們建議就是剛剛院長特別提到 發燒超過48小時 嚴重過敏等不是症狀 應該要立即通報並就醫 那我們疫苗接種後兩週 學校會調整教學活動 減少激烈的這個課程的內容的安排 那如果是在特殊學校的接種 因為特殊生他們狀況比較特殊 我們會加派人力來照顧這些特殊學生 來得一個疫苗接種工作 那以上是疫苗接種工作 那接下來我還要再提醒我們學校端 我們過去高中市的規定是 在4月30號之前 停止跨縣市的一個教學活動 那我們明天5月1號開始 我們有這規定就是分開來看 就是國小跟幼兒園的部分 因為年紀比較小 而且沒有施打疫苗 我們目前的接下來規定就是 停止跨縣市活動 國小跟幼兒園停止跨縣市活動 那我們國中跟高中市的部分 我們是以室內辦理為原則 那如果要辦理跨縣市的活動 必須經過家長會、學生會 及學校三方的一個共同討論 審慎評估辦理地點的疫情風險性 然後提報防疫計劃報交易局備查 我們有這樣的一個調整 那我們也會要求我們全體學校 一起來按照這個原則來辦理 那最後我們這邊會再提醒我們 整個高雄市的各級學校的 校園防疫的一個原則 我們如果學生是確診的狀況 我們匡列對象會包括同班同學 老師、課照老師、社團老師、密切好友 這些對象為居隔對象 必須來做PCR的一個篩檢 那我們這個班級是停課的單位 我們以班級為單位 如果全校三分之一以上班級居隔 我們就這個學校就停止實體課程七天 這就是我們停課原則 那在匡列的部分 我們幼兒園因為他的生活空間比較難以區隔 我們會採取比較嚴謹的匡列 那簡單的說我們如果老師、學生 被列為這個居隔的對象 就是三天加自主防疫的四天 這七天都不可以到下 我們會按照這樣的原則 來要求學家來落實之行 保障學生的一個安全 以上是教育局針對校園防疫的部分做了報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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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局長的說明 那我接下來利用很快一些時間來回答一些大家常常問的問題 這一張是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看板 他就說 假如你在家裡自己用快篩式去檢驗陽性那怎麼辦 簡單講 分兩種 一種假如你是居家隔離的 好 那你要先解除你的電子為例 所以你要跟我們衛生局聯絡 好 那戴好口罩 不要搭運輸工具 你騎車、開車、或者是走路 看你用選擇怎麼樣的交通工具 但是就是不能搭大眾運輸工具 好 然後趕快到這個我們的 這個醫院 專責的一些採檢的單位 來做PCR的檢測 好 那你去的時候 你要把你的那個塑膠袋 把那個試劑把它封好 帶到我們的採檢站 交與這個採檢站的工作人員 這是第一種狀況 第二種 那你假如不是居家隔離 你從台北回來 或者是從北部地區有旅遊史 或者你懷疑 可能有接觸 或者是怎麼樣 你做了快篩試劑 好 那陽性怎麼辦 一樣 你就把你的這個塑膠袋 把這個試劑包好 你到任何一個採檢站 我們高雄市的做法 你都可以採檢PCR 你只要把你那個快篩陽性的 這個檢測的那個KID 好 你把它裝好 那你就可以去採檢 但是 還是一樣 你要自己 開車 騎車 走路 都可以 但是就是不能搭 交通運輸工具 這個部分 跟大家做個說明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大家也會問 陪同確診者居家照護 及同戶居家隔離者 隔離天數怎麼算 簡單講 同事照護確診者的人 譬如說媽媽或爸爸 需等到確診者 解隔的4天開始算 啟動居家隔離3加10天 然後若與確診者同戶居家隔離 那你在確診者開始居家隔離的第一天 居家照護的確診者 照護的第一天 同日啟動居家隔離3加10天 所以這張表 就講得很清楚 這個我們會 這個 同樣的也會等一下會公佈 那另外一個 這個大家會問說 欸 什麼樣叫居家隔離 自主防疫 自主健康管理 那有什麼不一樣呢 啊 自主防疫跟自主健康管理不是一樣嗎 不太一樣 那 居家隔離自主防疫 跟自主健康管理的強度 有什麼不一樣 那我簡單做一張表 來跟大家做說明 我們現在是3加4 居家隔離當然強度最強 因為你不能出門啊 你不能出門 在居家隔離的時候 你接觸到確診者 那你被列居家隔離 那你發病的風險有很高 所以你就不能出門嘛 就3加4 風險很高 那你 前面的3天在家 那在家的意思是什麼呢 在家的意思 你不會傳染給別人 因為你在家 好 那自主防疫的部分 就說 啊我們考量到說 你的這個工作 你的生活 啊 這一次也是要過 啊 盡量 好 讓居家隔離 啊 但是防疫的強度要很高 好 所以各位注意看喔 他其實他的強度也非常高喔 他不是說 啊像自主健康管理一樣喔 那兩者有什麼差別呢 自主防疫的時候 你要出門一定要快篩陰性 你要先篩檢說你是快篩陰性 你才可以出門 啊 你家裡要掛護照 做工作 啊 可以去採買生活必需品 就是說 你可以離開 但是你要快篩陰性 啊你家裡要做工作的時候 你要戴口罩 啊下班後 不可以趴趴走 你就是可以去買一些東西 好 比如說買吃的 買什麼 啊盡量人買那麼多的地方 買一些民生的必需品 買衛生紙啦 還是說有些很重要 一定要買的 齁 啊你這樣 可以 不是說 你自主防疫期間 然後你出去可以做任何事情 不是 你不能到公共場所 人多的地方 齁 或者是 啊到不應該去的地方 齁 尤其又跑到別人家裡面 這樣不行 你只能 出外工作 即採買 生活必需品 學校 不能去 啊 假如是老師 或同學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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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的居家隔離三天 自主防疫的四天 都不可以到學校 齁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 你不能在餐廳用餐 聚餐聚會 前往人潮多的地方 跟 不特定對象接觸 你接觸就是同事 齁 或者是認識的人 齁 啊你也不要人家在開會 人很多的時候 啊你又去 這樣不行 齁 這個是我們的自律 這因為 政府不可能知道 沒辦法幫你 管得到 因為 你可以 在 做好防護措施的時候 允許 必要的 在 日常生活裡面的 一些的行為 所以它的強度其實跟 居家隔離 也很接近 齁 那自主管理的部分呢 齁 這個我們現在 幾乎 在自主管理的部分 各位都很清楚了 就是說 呃這個部分 呃這個部分 齁 這個有一點錯誤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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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错 但是 避免 出入无法保持社交距离 或容易出现近距离接触 不特定对象 没有办法戴口罩等等这些 避免但是禁止 跟他人聚会等等这些 的活动 我们在自主健康管理 原则上我们在学校的风险的管制 我们已经更改了我们的措施 那 一般来讲 我们也会用 筛检的部分 比较密集的筛检来确保 学校的风险 这个部分也请大家 能够注意到我们 一些防疫措施的一些改变 也请大家注意 你如果是自主防疫的 为什么这样 三天一半会发病了大概一半的人 那还有一半的人 可能会在未来的四天发病 所以这个对于传播的风险还是有 所以真的要特别小心 那确诊者的居家照顾这一个部分 这个特别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那高雄市跟中央有一个不太一样的规定 就是在确诊者的这个 这个居家照顾的第十天 我们还是会UV发一支快赛四支给你 你立正确诊 阿力会照顾第十天的时候你再验一下 让我们看说你到底的风险是怎么样 这个我们会这样做这样的一个 比较谨慎的一些规定 那其他 我们在居家照顾的量人 是76% 在目前的状况 那医院防疫的量人的统计表 在病床空床数空床87% 加强型的防疫网空床96.5% 所以我们大概现在几乎大概 我们都会把我们的个案 因为亲证无症状比较多 还是以居家照顾为主 那中重症的比例在高雄现在没有个案 在这里跟大家做以上的说明 不晓得各位有什么问题 谢谢市长 那请在场的媒体朋友 在提问的时候 请简单宿命您的单位 进行简单宿命您的题目 谢谢 六十报提问 昨天有提到 那个儿童疫苗的接种意愿是五成 那请问一下高雄这边有没有出现抽单草 那大部分不愿意接种的原因是什么 那另外想请问一下 所以五月二号 首日要接种的儿童数大概有多少 谢谢 好这个我是请谢局长说明一下 好我们目前的疫苗还在调查期间 我们家长的意愿随时都可以做更动 目前我们接到的是一个动态的 基本上是会有超过五成的家长愿意 目前我们初步掌握状况 那我们在五月二号开始的施打部分 目前有四所偏乡的学校 我们先以偏乡学校这边来做处理 那偏乡学校人数本来就比较少 这个部分我们会先以四个学校来施打 然后把这些后续的一个经验 我们再把他后续的全面来施打 好以上 好谢谢 来那不加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吗 同样是 不好意思同样是有提问 想要请教一下台铁明天 五月一号不加班活动 高雄可能很多市民会受到影响 想要请教市长的看法 问题再重复一次 讲太快了 五月一号明天台铁不加班的活动 可能很多市民会受到影响 各种行程或者是旅程会有机会被变 这个跟疫情无关 抱歉好不好 我们因为很多人在关心疫情 好谢谢 还有吗 好现场没有进一步的问题 那网络上TVBS提问 有关于那个高雄后备旅 在屏东较遭的染疫 那这个刚才盘检记已经回答过了 所以现在没有进一步的提问 我们记者会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观伴 谢谢大家 谢谢